严总统今天上午11点钟,在普通府接见了哈山部长夫妇,就加强中约两国之间的各项合作,交换意见。 哈山部长夫妇是在本月6号前来我国访问的,曾经参观了我国港口、铁路、电信等各项交通设施。 哈山部长夫妇,今天是由交通部长高玉树和约旦处划大使雅兴夫妇陪同,前往进店严总统的。 哈山部长夫妇,预定明天结束在我国的访问。 受新典礼,今天下午3点半钟,在外交部队里面,外交部长沈昭焕,把大胜兴夫妇部长配戴在约旦运运输部长哈山的身上, 以球鞋阿山部长对写写中约两国的了解,与合作所做的卓越贡献, 实际上,以平线。在那关于的由交通部部长高玉树、约旦旦旦旦,外交部部长杨奕昕, 哈山部长是本月6号到达我国,今天参观了海中港、中船等国家建设。